大家好,我是酸 所以我們又回到了這一副 這是炎獄之主 聖騎士 有人用這一副爬到了非常高的積分 所以我們再來看看這一副到底能做什麼事 有人用這一副在每幅爬到錦衣喔 我是不知道到底怎麼發生的 不過對,它確實發生了 呵呵呵 3,3,4,5,6,7 可是我們還是有三張 還有銅鬚嗎? 所以還是有蠻多張綜麗卡 所以這還是沒有上限 就這第七輪不會上限了 還有分力 所以這第七輪覺得不會上限 閃光空魚 就是個4,3,5 其實不差 OK 4,5,6,7 所以七費的時候我們其實還怪他會上限 感對面也太順了吧 等等 等等你有點順喔 呵呵 最後一張滋補被切成兩半 所以我們這星雲幣搞不好會來 星雲幣演喻之主喔 呵呵呵 所以這對決蠻有趣的一個地方是 德魯伊其實沒有什麼辦法可以來 就是把演喻之主幹掉 所以他會強迫一定要跟演喻之主互動 這也是為什麼這一副可能還不錯的原因 城市真碎 城市真碎可以幫助我們多抽一張牌 就可以直接換 或是我就直接打 然後直接換喔 這樣我們聖光烘魚的降費也比較快一點 等一下可以3加3 或3加3 想不到T2法院裁定其實還行喔 挺瞎的 1,2,3,4,5 OK 怪號 法院裁定 這樣等於是多抽一張嗎 我可以打1加1喔 所以這樣打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接下來就780 所以接下來就越來越強了 然後我其實會 想要讓錢抓死掉 因為我們不想一直抽牌 開始抽牌其實會很困擾 嗯 我其實不想打撈喔 可是還是一定得打撈嗎 不確定 所以等一下變身 然後等一下再變身 他看起來會輕鬆全清 他知道我手上一定有這張啊 他知道我手上一定有這張啊 啊我其實可以把分力撈起來齁 分力其實不錯 分力其實不錯 OK安安 我們就直接言喻了 他如果有捷舞技會很糟 他強迫一定要打臉 很確定是要打女國 我覺得 他死不了 所以我們應該選一個衝刺仔 好像有點強 我們場攻是贏了 所以帶分力的原因是我們打撈分力的話 就假設那張是分力 我們可以把手牌全部洗回去 然後 九成槍 所以他們帶這張的一部分原因是因為這個其實灌珠2 所以通常會帶這個蝙蝠客的話 蠻有可能會是一些 這樣不對吧 這樣對嗎 蛤 那不是應該我的換法嗎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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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 我沒有聖聖法 我聖聖法數只有這兩張 OK 聖光 烘魚 應該是烘魚 我們打了一二三四四張 所以這 現在是五費 好像是他 好像其實是他 因為會給他加了加了 所以我們有這個combo 我聖聖法術只有兩張 灌珠1 灌珠1 現在還帶這張 蠻神奇的 感覺是一個蠻好的節奏 然後我們這邊應該主動換 因為 這樣子他如果右手一個灌珠牌就會少灌一張 我們其實沒有那麼在意打鏈 我們其實是一個蠻需要防禦的牌組 基本上我們會先想抽到法院裁定 古寶全射 十盧 這要換嗎 這袋不用換 王者祝福 王者祝福倒是不錯 我們可以 可以 我可以把他打爆啊 是否可以直接把他打爆 OK 所以他大概只有帶 任爆跟另外一個任爆 法院裁定 好我們基本上 我們整副牌組的要求就是我們 要馬上打法院裁定 好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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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是同人奉獻 也是同人奉獻 除非換得很衰 就是我們的城市真碎插在排除上面 之類的 他可能會有直接武器 這其實會有一點難受 有可能會有點難受 所以我們大概要瘋狂打臉 我們可能應該要換 因為他這個貼上去的話會直接換 可是說實在他這個 加瑞弓袋無論如何都還是會 還是會用到 所以主要是怕他有解武器 等一下我們有海怪號 或是 所以我們兩隻都不見了 兩個全射 泥伯爵 泥伯爵就尷尬了 我大概要想辦法 留里諾下來 所以我等一下想辦法抽到里諾 應該這樣講 所以我打海怪號 之後就會抽到里諾 然後下一輪才 再來這個炎獄之主 所以很詭異的是我要先抽牌 然後再打撈 然後我要拿分力 然後我們下輪就炎獄之主 這位醒過來嗎 還不會 不過他可以給一個東西衝刺 所以他會醒過來 我們這隻其實應該要死掉 OK 滿有可能有爆炸的吧 他有可能會故意不讓這隻死 那有關係嗎 會故意不讓這隻死嗎 有可能啦 OK 還是死了 再會有我美麗的牌組 所以我們會希望這邊的傳說 給一張會衝刺的傳說 然後幫我把冰凍撤掉 好 不能指定啊 搭搭 殺鬼衝刺 通通 嗯 我是9啊 呵呵 OK 這是什麼 強化緊急策略 嗯 我們會直接 這個啊 強制打臉遊戲 呵呵呵 等讚 呵呵呵 呵呵呵